大家好,我是老黄 相信很多视频前的网友都看过那个 敲石镇鱼的视频啊 就是用锤子去敲那个石头 然后把鱼镇晕来抓鱼的那个视频 有些网友说那个是真的 有一些说是假的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天老黄到后面这个河里面 给大家亲身示范一下 其实这个敲石镇鱼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你的锤子啊 你的锤子一定要大 锤子大才能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才能把那个石上面的鱼震晕 才能达到效果 除了锤子要大以外 另外选择石头也很重要 像这个石头就刚刚好 大一点点也可以 因为小的石头 它下面是藏不住鱼的 然后太大的石头 你敲的时候 你敲不动它 你也震不了那个鱼 你也抓不到 再一个呢 就是选择这个水域也很重要 像这个地方 这一边是挤水啊 就是水流比较挤 然后这一边是水流比较缓 它们交接的这个位置 是最容易抓到鱼的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石头 比较合适的 下面应该是有鱼的 我们来敲一下试一下 我们来敲一下 好像是有一条啊 但是好像没有震晕 跑掉了 再敲一个 水很混啊 诶,没有吗 刚刚翻开的时候 好像是看到有一条的 哦,两条 已经震晕了 一条这个黄尾 还有一条这个 小河鱼 再挑一个 有,有 一条 有没有 两条 诶,还有 三条 有没有了 没有了 三条 这个也不错 没有吗 这里没有 再看一下 像这个石头 这里凹进去 看到没有 拱拱的 这样子的话 扣下去 这里就有个空洞出来 鱼是最喜欢 尝尝这个地方的 本来这个石头 应该是有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炸开来里面没有 这个石头下面肯定有鱼 哦哦哦 一条 两条 哇,这个马口 好亮 哇,还有一条 三条 啊,两条黄尾 这个马口,看一下 好漂亮 哇,极品啊 全都震晕了 所以说 这个敲石阵鱼呢 它确实是真的 但是也不是说 跑到河里去 见石头乱敲 就会有 你要懂得去选择 什么样的水域 什么样的石头 你要知道这个鱼的习性 在什么样的石头下面 可能会有鱼 你掌握了这个习性之后 你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 你去敲 像我们刚才敲了四五个石头 好像有两个是空的吧 剩下的都有 还敲到一条这个 很漂亮的这个马口 非常漂亮 啊 市面前的网友 看懂了吗 这个,其实是真的 但是 如果是随便 水域里面一敲就一条大鱼 那就肯定是假的了 好了 你们以前 玩过这种游戏没有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用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我是老航 我们下期再见